假如你心爱的女人,转世变成了男人,你是将她扫地出门,还是一起搞鸡,自称游戏天才的夏日,今年方林十八,因为刚高考完无事在家,便在家里做起了游戏主播,面对着不断下滑的人气,贴心的妹妹为其带来的破局的方法,哥你就信我一回,这跟别的女女游戏不一样,挺难玩的,夏日对此很是自信,她觉得没有什么游戏能难倒她,成为电竞职业选手,是她人生目标, 就连田的大学志愿,也是电竞专业,就这样带着自信,夏日上手了一款角色扮演的游戏,游戏的女主是明刚毕业的女大学生,今天来面试的地方,是一个古老的城堡,就在夏日吐槽游戏剧情冗长的时候,突然眼前一黑,自己竟然穿越到了游戏里,此刻正身处在一处衣帽间,然而还没等她搞明白是怎么回事,系统突然弹窗,恭喜您已经被特洛伊城堡成功录取,请换上工作服开始工作, 夏日打亮着手上的小裙子,显得很是猛逼,在沉默了几秒后,瞬间爆发了,我不穿裙子,我是钢铁直男,放我回去,什么破游戏,我不玩了,面对夏日的嘶吼,系统告诉她,游戏通关,您将会回到原来的世界,祝您游戏愉快,气得夏日对着天花板大骂,我要诅咒这人游戏开发者全家, 然而并没有得到半点回应,无奈的她只好在衣帽间里,挑选了起来,没过一会儿的功夫,便将一件洛丽塔穿在了身上,裙子穿着凉嗖嗖的,别说还挺舒服的,正当自己差点沦陷的时候,内心钢铁直男的血脉突然觉醒,我差点傻叉,赶紧通关回家,在夏日换好衣服之后,突然收到管家的消息, 新伯爵继位的庆祝宴会,晚上七点开始,夏日女仆请把出席宴会的衣服,送去伯爵房间,面对系统的任务,即便夏日有一百个不情愿,最后还是穿着洛丽塔被迫营业了,刚走进伯爵的房间后,只见一个帅气的男人映入眼帘,此人便是罗杰兰伯特伯爵,夏日看着她结结巴巴的开口,老管家让我把这个衣服给你,什么宴会要开始了,罗杰文言反应更是一绝,只见她突然张开了双臂, 这不由得给夏日吓了一个机灵,下意识地闪躲了起来,喂,你要干嘛?罗杰健壮,面无表情地看着她,随后发出浑厚的声音,换上,身处现世的夏日,将此行为视为了凌辱,大哥,我只是来送个衣服,你不要太过分 此时系统突然弹窗,关卡任务让罗杰发自内心地笑出来,与此同时,罗杰还在立声催促,夏日心里一阵妈卖劈,要让这冰驼子笑出来,怕不是要了我的老命吗? 子奈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,夏日最后还是老实芭蕉的,去解罗杰的扣子,子奈刚上档的她,压根不会这些,一个扣都解了半天,当她弄完之后,看着罗杰冰冷的脸,又想起了系统给出的任务,冰雪聪明的夏日,突然灵机一动,有了,不就笑吗?没有什么游戏能难倒我 于是乎,在脱掉罗杰的外套后,一把将她的一只胳膊给抬了起来,就这样对着她的夜下,挠起了痒痒,一幅世界名画,骤然被夏日创造了出来,管家此刻突然走了进来,看着眼下的场面也略显尴尬,少爷,冰客都已到齐,在终止这场闹剧后,走出房门的管家,吓出了一头冷汗,这孩子不太聪明的亚子啊,片刻之后,一声惨叫, 从城堡里面传出,划破了整个夜空,在看屋里的罗杰,竟然可以是使用法术,只见一团青色的能量,在她掌心俱拢,此刻的夏日已经倒在了地上,显然惨叫声是她发出来的,此刻的她正对着罗杰大吼,你在我身上放了什么?罗杰没有理会,穿好衣服之后潇洒离去,只留下在地上痛苦的夏日,走开两步之后,突然回过头来,不准再踏入这个房间,说吧,罗杰便收了神通,夏日身上的痛苦, 夏日身上的痛苦,瞬间烟消云散了,坐起来之后的她,破口大骂了起来,神经病,我还不想和你待一起呢?面对着夏日咆哮,罗杰突然注意到了她身上印记,瞬间心里咯噔一下,特别杀我深爱的女人,这个印记只属于她,在确定身份之后,罗杰突然来到夏日的跟前,将她一把抓在了怀里,此刻的她双眼泛红,我等了你一百年,为什么你会变成男人?夏日哪里经历过这些,面对着突然对脸上来的罗杰, 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,心跳更是不自主地加速,差点被个男给聊到了,这个游戏不宜久留?随后连忙找了一个借口,挣脱了束缚,大哥你认错人了,我一直都是个男的。罗杰突然站起身来,失望地对其说了句,你走。就在此时,一个男人出现在了窗台上,家人在侧翼乱情迷啊。罗杰,原来此人名叫莫维卡。罗杰对他的态度很是不悦,不请自来,毫无教养。 莫维卡并没有因此生气,而是飞身进屋,罗杰你还是那么古板,只见他来到夏日的跟前,绅士地伸出一只手来,美丽的可人儿,你愿意做我的舞伴吗?我不会跳舞啊,还没等夏日答应,直接将其拉了起来,莫维卡小声告诉他,放心,有我。随后又扭头看向罗杰,他,我借走了,你不会吃醋吧?此刻的罗杰对夏日,厌恶还来不及,便默认了莫维卡的要求。 反观夏日,则是死死地拽住门把手,为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,那莫维卡骚礼,骚气地告诉他,知己知彼,才能百战不殆。 夏日方才作罢,转而被那莫维卡,再次带到了衣帽间,并且还为他重新挑选了一套衣服,可人儿这件礼服,太适合你了。 夏日显然心不在此,先是自我介绍之后,便开口问道,你很了解那个兵驼子。 罗杰,当然了解,只是宴会要开始了,如果你想听的话,就要一直待在我身边咯。 果然,女装只有零次和无数次,为了完成任务,夏日也是拼了。 不仅换上了酒红色的长裙,还踩上了高跟鞋。 就这样一蹶一拐的,来到宴会的大厅,因为莫维卡和罗杰关系的缘故。 两人瞬间成为全场热议的对象,此刻的夏日完全没有心情理会这些。 因为他一直在纠结的是,该如何踩好这双高跟鞋。 那莫维卡显然还不是萧婷的主,竟然当众要求夏日跟他一起跳舞。 一旁的罗杰喝着红酒,也注意到了两人,他究竟在干什么蠢事。 伴随着宴会厅里曼妙的音乐,夏日无奈只好附和着跳了起来。 只是这别角的动作,让人一眼就能看出,是个门外汉。 莫维卡面对之前的承诺,你问我如何让罗杰笑出来,这里可难倒我了。 夏日文言一下子火大了起来,喂,你们究竟是不是朋友? 紧接着罗杰告诉他,能让他发自魅心地笑出来,也只有他了。 夏日听得一脸猛逼,他是谁,在哪里?可不可以找他来帮一下我? 然而还没等莫维卡回复,场上音乐突变,大家都在交换着自己的舞伴。 不明所以的夏日,刷得一下被丢掉了罗杰的怀里。 当夏日再次面对到他,不好意思,我好像转晕了,我还是回去找那个金毛跳。 这显然是不符合规矩的,罗杰严肃地告诉他认真点。 当夏日再次看着凑近的罗杰,再次害羞了起来,不过这次心里突然觉得他好帅。 此刻的夏日,对自己跳过游戏剧情的事情懊悔不已。 因为眼下他完全不知道,莫维卡所说的他究竟是谁。 但眼下比起完成任务,最重要的是先混过这场舞会。 但不会跳舞的他,又怎么能不出状况? 踩着高跟鞋的脚,突然就给扭到了。 疼痛感瞬间贯彻全身,一具卧槽脱口而出。 整个人瞬间失去了重心,他想抓住救命稻草般,抓住罗杰。 带着他当众来了一个狗吃屎,看得周围的人唏嘘不已。 倒在地上的夏日,只觉得好生奇怪,我今天有点不正常。 总感觉他很帅。 正当夏日感叹他太重的时候,罗杰竟然没有追究他的过失,从地上站了起来。 还没等夏日反应过来,罗杰直接一个公主抱,将他抱了起来。 比起尴尬夏日此刻更多的是疼痛,因为整个脚已经肿成了猪体。 然而,罗杰的逆天操作还不仅于此。 只见他抱起夏日,硬生生地将他扛到了肩上,朝着外面走去。 莫维卡见状连忙将他拦下,罗杰,你可是宴会的主角,怎么能离场? 他是我的舞伴,就把他交给我吧。 然而罗杰并没有接受他的提议,直接转身走开了。 吃了瘪的莫维卡,突然冷笑一声,直呼有意思。 片刻之后,罗杰,将夏日带到一处没人的地方,竟主动为其治疗起了脚伤。 只是简单地扭动了下关节,夏日不一会儿的功夫,便活蹦乱跳了起来。 罗杰见状,突然走上前来,指着胸前的印记问道,你真的是他吗? 夏日点了点头,心想,那个金毛靠不住,不如单刀直入问伯爵本人。 随后,开口问向罗杰,大哥,请问有什么事,能让你开心地笑? 罗杰文言,突然贴脸上来,如果你真的是。 然而话还没说完,却突然被管家打断。 伯爵,重兵客还在等着您致辞。 罗杰只好暂且作罢,临走时嘱咐夏日,离莫维卡远点。 此刻的夏日,只觉得煎熬无比,他刚刚想说什么? 我真的是什么?为什么这个老管家,每到关键时刻就出现? 正当夏日抓狂的时候,突然收到系统的消息,玩家请注意。 NPC莫维卡将向您展开追求攻势,如果玩家动心,游戏将重新开始。 这给夏日看得唏嘘不已。 那个金毛? 长得没我帅,还想攻略我。 不可能,我可是这个游戏最大的伴。 钢铁直男的我怎么可能动心,想到这他直接将裙子给脱了,因为着实被他折磨了一天。 就在此时莫维卡,突然在背后抱住了他,口是心非的小可爱。 你不知道,极度否定,就是肯定吗? 承认吧,你。 然而话还没说完,便听到莫维卡一声惨叫。 原来是被夏日踩到了脚。 我承认,我对男人没兴趣。 我都已经跳了,麻烦你遵守约定,告诉我关于伯爵的事情。 然而此刻的莫维卡看他,就像丈母娘乔女婿,越看越顺眼。 你还真执着呀,但就算你费尽心思,罗杰他也不会喜欢你的。 夏日闻言心想,原来他误会我喜欢伯爵,那我就以此套出伯爵的事情,找出完成任务的突破点。 便开口问道为什么,莫维卡告诉他,他有深爱的人,即使那个女人背叛了他,也一直在等他回来。 夏日连忙追问他是谁。 只见莫维卡两眼突然放红,他是谁不重要? 你只要明白,罗杰的心不会再装下第二个人。 可仍然不用伤心,我才是你最好的选择。 放弃那个没趣味的家伙吧。 此刻夏日看着凑上来的莫维卡,莫名地觉得他好看,显然这是中了幻术。 夏日努力地克制着自己,想要挣脱莫维卡的怀抱。 然而莫维卡,却突然加大了施法力度。 也就是片刻的功夫,夏日便失去了反抗的能力,无力地瘫软在莫维卡的怀里。 莫维卡抱着他,周围突然杀气腾腾,可仍然马上你就会感受到极致的快乐。 说吧,竟然露出了吸血鬼的獠牙,朝着夏日的喉咙咬了过去。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,突然被一人从背后拦下。 没错正是罗杰,只见他一个用力,便将那莫维卡给甩了出去。 莫维卡站起身来,擦拭着嘴角的血迹,在看到是罗杰后。 你生气了?除了那个女人,我还没见过,谁能让你情绪波动这么大? 罗杰你对他动心了? 罗杰先是将夏日放下,转而运行起能量,来到莫维卡的面前。 就这样,莫维卡被罗杰逼退了。 来到第二天的清晨,夏日完全不知道昨天发生了什么,还在想尽办法逗罗杰笑。 然而多次尝试下来,都以失败告终,但夏日并没有因此气馁。 而是边尝试边做起了笔记,罗杰竟然也默认了这个奴仆的存在。 就这样,夏日逗罗杰笑,成为了日常,彩虹屁无视献殷勤,全都不能让其开心。 这可给夏日难住了。 他不解地问罗杰,大哥,你人其实挺好的,就是别成天板着脸,开心一下吗? 谁承想,罗杰直接来了一句,如果你变成女人,我也许会开心。 此话一出,夏日只觉得,自己的老二在隐隐作痛。 四处碰壁的他,突然想到了莫维卡。 金毛说过,伯爵有深爱的女人,罗杰的忧郁时有八是因为他,如果我把他俩合在一起,肯定能完成任务。 然而金毛却告诉他,别白费心机了,那女人死了。 不过他活在罗杰的心中,你可能会有机会。 于是乎,便给夏日支了一招,到了晚上之后。 夏日来到罗杰的房间,对他诵读起了圣经。 就在朗诵了一个小时之后,罗杰瞪着血红色的眼睛看着他。 你为什么觉得,作为吸血鬼的,我会喜欢听圣经? 夏日一下子慌了神,我是听金毛说你喜欢。 罗杰文言气愤地将圣经抢了过去,让你远离墨维卡,你是忘了还是你不怕死? 看着罗杰一副要吃人的模样,吓得夏日慌张地逃走了。 此刻的金毛正等在外面,可然而,效果怎么样? 夏日一把揪住了他,耍我好玩吗? 你他妈让难度又提升了。 金毛却直言,我没骗你,以前他很爱听那个女人念经,那就放弃罗杰,爱上我吧。 我真的很不错的。 夏日文言,对他大吼了起来,听清楚了,我不喜欢男人,金毛很是不解,可是罗杰也是男人了。 夏日一下子慌了神,你误会了,我对伯爵不是那种喜欢事。 然而话还没有说完,罗杰突然黑着个脸,从屋里走了出来。 金毛静止地走了过去,你听到了吗? 他不喜欢你把他交给我吧? 然而,罗杰面对他人狠话不多,直接催动了能量。 莫维卡,你该离开了。 金毛对此很是不悦,我还没玩够呢? 罗杰这就是你的代客之道。 罗杰面对他的道德绑架,我这里不欢迎,威胁我庸人,人身安全的客人。 此刻的金毛还在辩解,之前只是一时冲动,现在我会堂堂正正得到他的心。 夏日在听到这个时候,努力地回忆着昨天发生的事情,却怎么也想不起来。 然而,面对金毛的死缠烂打,罗杰直接抽出一把剑来,朝着金毛一招打了过去,却被对方拦了下来。 此刻金毛在愤怒地咆哮,你明明心中放不下那个女人,干嘛还要站着夏日?我要带她走。 说话间,两只吸血鬼,叮叮当当地打了起来,吓得夏日连忙在旁边劝架,因为打坏的东西,到头来还是得她修。 但怎奈毫无软用,没一会儿功夫,金毛便被制服了。 夏日剑状竟然挡在了金毛的面前,虽然她常吃我豆腐,但人不坏,没必要用武力赶人走吧。 罗杰看着自己为夏日出头,到最后反倒是自己的不是了,随后失望地收了剑,转身回了房间,她在伤害你后果自负,别让我再看到你们。 听到这个夏日脸上大写的失落,显然离自己的任务又远了一步。 气愤的她,直接给金毛来了一拳,都怪你,现在全完了?罗杰直接让我滚啊。 金毛对此并没有生气,为了感谢夏日的救命之恩,竟然又帮她想起了办法。 于是乎,两人自导自演了一出苦肉计,夏日假装要被金毛吸干血。 在听到夏日的惨叫后,罗杰瞬间在床上惊坐了起来,朝着声音的方向,飞身提箭刺了过去。 就在距离金毛胸口,只有0.01公分的时候,金毛便回原形飞走了。 虽说是躲开了,但差点没给她的裤子下湿,这小子动真格了。 幸好我提前变身,不然差点死在她的剑下。 就在金毛飞走后,外面突然燃起了漫天的烟花,罗杰一时间愣在了那里。 原来罗杰从小怕黑,更是到了晚上都不会出城堡,家人为了帮她克服恐惧,打算天天晚上出来带她看烟花。 因为那次的经历,是罗杰人生中第一次露出微笑,但现如今早已经是物是人非。 当年陪她看烟花的家人们已经不在,眼下再次看到这样的场景,又怎么能不心动呢? 但很快,罗杰怕黑的恐惧,便涌上了心头,夏日看着她满头冷汗,直接走上前来,一把抓住了她的手,将一个开关在她手里按下。 霎时间整个城堡,便被无数的星光点缀了起来。 这可是夏日能在游戏里,拿得出的全部家当了。 谁承想,罗杰傲娇地来了一句,小孩喜欢的玩意儿。 不过他握着其中的一个道具星星,露出了灿烂的微笑。 这可把夏日给激动坏了,我低天。 大哥,你可终于笑了,我的第一关任务终于完成了。 罗杰文言直接将手抽走了,做这些只是为了完成任务。 因为意识激动说漏了嘴,竟然将罗杰给气走了。 但不过夏日的任务还是完成了,奖励发放到了他的储物袋。 紧接着便来到了第二关,任务是让罗杰叫出自己的名字。 夏日对此自信满满,就在此时金毛找上门来。 显然是为了索要报酬的,然而他的报酬,竟然是夏日的拥抱。 在达成自己的目的后,金毛也是暂时离场了。 临走前他告诉夏日,如果你不想待在罗杰身边了,就呼唤我的名字,我随时可以带你走。 随后夏日竟然获得了NPC好感度加5的奖励。 话说这好感度总值为100,是通过NPC对玩家的好感获得。 好感值可以在游戏商店,兑换金币和物品。 而此刻的夏日,就已经有了50万的好感值。 于是乎,他直接在商店里,购买了一件嘻哈的现代服装。 随后来到罗杰的面前,上演了一段自我介绍的Freestyle。 想要以此来让对方叫出自己的名字,然而罗杰并没有吊他,而是让他抓紧将工作服换回来。 因为一会儿城堡里要来客人,就在说话之际,突然一人从天而降,直勾勾地穿透了天花板。 许久不见,表弟,我来参加你的风绝典礼。 原来此人名叫花泽拓也,是罗杰的表哥,显然是这第二关的NPC。 罗杰在看到他后,警惕性地挡在了夏日的跟前。 花泽见他顺移过来保护庸人,不解地开口问道,罗杰你也开始亲近人类了吗? 不过你大可安心,人类不在我的食谱上,我现在吃素。 不过时间过得真快,看到你已经成为一城之主,我也放心了,就这样表哥在城堡里小住下来。 期间夏日更是尝试着各种手段,让罗杰叫出自己的名字,然而全都以失败告终。 这一切全被表哥看在眼里,就在夏日怀疑人生的时候,花泽主动找上了他。 竟给夏日带来了美食,随后又贴心地掏出了勺子。 做人最重要的是开心,忙一天了让食物安慰你受伤的灵魂吧。 夏日都快馋哭了,立马大口朵移了起来,对花泽的好感度也倍增。 然而这一切全被门外的罗杰洞悉道,直呼夏日是个单细胞动物。 就在吃过东西之后,夏日还问花泽请教起了厨艺,想要因此来完成第二关的任务。 恰好此刻,罗杰在厨房里经过,花泽招呼着他等下一起用餐,然而罗杰从来不吃人类的食物。 夏日闻言一个分心,自己的手指就被嘎了一刀。 很快,鲜血便流了出来,花泽着急忙慌地找东西为其包扎。 罗杰在看到伤口之后,身为吸血鬼的本能被彻底激发。 不过好在,最后还是控制住了自己,转身离开了现场。 夏日看着他离去的背影,花泽,我问你啊,如果一个人从不开口叫你的名字,是为什么? 通常因为两种情况,要不是极度讨厌或者是过于在意。 夏日闻言,坐在凳子上思索了起来,极度讨厌吗? 我做了什么事,让他讨厌了? 搞不定这个,这一关肯定过不了了。 想到这的他不顾伤口处理,直接起身去找罗杰。 然而此刻的罗杰,正因为在卧室的墙上,显得十分痛苦。 他流血了,我不该留下他,可他血液的香味时刻诱惑着我,就像一颗定时炸弹。 正纠结的时候,夏日在外面敲起了门,起初罗杰是不想见的。 但是面对夏日的一再坚持,最后还是不耐烦地打开了门。 没成想,夏日一个飞扑,扎进了他的怀里。 罗杰,我这人不喜欢拐弯抹角,你是不是讨厌我? 如果你讨厌,我就告诉我原因。 罗杰看着他食指上的伤口,艰难地控制着自己的欲望。 单细胞动物,你发什么疯? 然而,夏日完全没有察觉到异常,反而一再步步紧逼,如果你不讨厌我,就叫出我的名字好吗? 终于罗杰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,朝着夏日扑了过去。 但好在在最后一刻控制住了自己,将夏日朝着门口甩了出去。 夏日对此很是失落,我知道了,果然只是个游戏,我还以为能和你做朋友。 正当罗杰煎熬着,要叫出夏日名字的时候,只听扑通一声,罗杰突然昏倒在了地上,花泽听到动静后,也从外面赶了进来。 半天之后,罗杰在床上醒了过来,花泽担心地看着他,你也太逞强了,自从那个女人出现后,你就不再吸食人血,也不愿自降身份喝动物的血,葡萄酒可解不了渴,你是想成为第一个被饿死的血族吗? 然而罗杰对此却不以为然,迫切地问起了夏日的状况。花泽告诉他,他被你吓到了,应该是回房间休息了,他很困扰你,是不是讨厌他呢? 罗杰闻言,内心很复杂心烦,他是特雷莎的转世,却是个男人,但他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。花泽不解地看向他,心烦,你确定不是因为饿太久了,而对食物的渴望?我一开始以为他是你的家畜。 这话说的罗杰,都不住地怀疑起了自己,也许真的是对食物的渴望。然而两人的对话,却被夏日听了个真切,此刻的他很是失落,原来我是食物啊。 就这样一连几天下来,罗杰再也没能见到夏日的身影,因为夏日总是刻意地躲开罗杰,然而这天却被抓了个正着。不解的罗杰开口问道,为什么躲着我?因为我暂时不想看到你,你见过哪个猎物?会主动靠近猎人的?因为这件事情的缘故,夏日连着做了好几晚的恶魔。 然而这一切,全被隐身的罗杰察觉。 惊醒后的夏日,再次明确了自己的战略方针,那就是尽快完成系统任务回家。 于是乎,第二天早上,夏日主动找上罗杰,进屋之后就开门见山。 大哥我们做个交易,我可以成为你的长期血带,你只要偶尔,配合我做一些事情就好。 老师帮我通关,不是什么难事,比如喊出我的名字。 然而,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,夏日再次被丢了出来。 再次经历失败的他,一个人在餐桌前沮丧了起来。 花泽见状直言道,夏日均休息日,要不要和在下出去玩? 夏日再听到后,瞬间两眼放光地答应了下来。 当他来到山下的游乐园时,忍不住地感叹了起来。 这个游戏地图这么大,我还能出这个城堡,太棒了。 跟随他们而来的,还有全副武装,强行跟来的罗杰,然而花泽进化完全,完全无视太阳的光芒。 因为这游乐场时罗杰的产业,三人没买票就进去了。 但很快罗杰,便对太阳的强光感到不适。 夏日察觉到了他的异常,要不你去树荫下待着。 我和大叔去玩,却遭到罗杰倔强的反对。 无奈两人只好带着他,不久后,在一处靶场上停下了脚步。 因为夏日对一顶牛仔帽产生了兴趣,随后便和大叔拿枪打起了把,两人对奖励全都自信满满。 然而,一顿操作猛如虎,结果子弹一发都没打在把上。 正当夏日沮丧的时候,突然罗杰拖起了他手里的枪,抱着他凝神对准把心,几发子弹打出,竟然全部命中。 最后顺利地将奖品给赢了下来,罗杰将奖品递给他。 夏日尴尬地转过身去,又不是我赢的,你自己拿着。 心想,本来就是想给你遮阳的。 随后三人继续朝里面走去,来到一处摩天轮前,大叔表示想玩。 最终因为拗不过大叔的软磨硬泡,还是坐上来了。 不过三人摩天轮的气氛,真的有点尴尬。 因为这玩意儿一个球里只能两个人,罗杰是隐身的,便可以增规则的漏洞。 夏日感受着一旁空气形状的罗杰,这种被大哥随时监视的既视感是怎么回事。 正在思索的时候,系统突然弹窗,玩家请注意,NPC花则将向您展开追求。 如果玩家动心,游戏将重新开始。 夏日想起了之前的金毛,心里刚一阵妈卖批,突然大叔就开始了阐述。 我有人类好友,他非常喜欢坐摩天轮,我和他约定,要一起坐上法力式巨轮,俯瞰整座城市。 夏日心想,大叔是不是把我,当成他的好友了? 所以,才想攻略我。 随后不解地开口问道,他人呢? 死了,因为在下年轻时的冲动,他永远地离在下而去了。 所以,在下现在吃素了。 夏日被这一席话,感动得稀里哗啦,花则看准时机,刚想开口表白。 一旁的罗杰,好像看出了他的小九九。 突然伸手,抓住了一旁的夏日,单细胞我们走。 说吧直接抓着夏日,从摩天轮上一跃而下。 在平安着陆之后,罗杰深情地看着夏日,之前你提出的那个血带交易,我觉得可以。 然而夏日对此,却显得很是失落。 因为听完花则的故事,他觉得自己不可以了。 然而罗杰压根不考虑他的感受,将他一把按在墙上。 随后露出尖牙,一口咬破了自己的手掌。 将流出的鲜血,滴在了夏日的后脖梗上。 下一秒夏日的脖子上,开始浮现淡蓝色的纹路,吃痛的他大声惨叫了起来。 不过该说不说就这姿势,要不是有图片为证,很难对外人解释他们在做什么。 罗杰看着他脖子上的纹路,将夏日给放开了。 契约成立,你只属于我了。 夏日文言气愤地转身,什么叫我属于你? 我只答应给你恭喜,你对我做了什么? 罗杰告诉他,我不会再喝人血,用另一种形式,让你为我提供能量。 不久,听到动静的花泽,顺着声音找了过来。 罗杰,你对夏日做了什么? 当他看到夏日脖子上的东西后,是血气,难怪刚才磁场波动那么大。 原来这所谓的血气分两种,主仆气和伴侣气,两者不能并存。 不过好在夏日的这是主仆气,主仆气可以强制节气。 节气后,主人可以共享仆人的精气,仆也可以得到主的庇护。 血气还会让主仆共情产生羁绊,就会影响仆人和他人谈恋爱。 总的来说,仆人得意多谢。 得知血气的作用后,夏日一下子放宽了心,因为他觉得恋爱无所谓。 这里连个妹子都没看到。 然而血气的效果很快变出来了。 回去的路上,夏日差点没被榨干,因为共享精气的缘故。 整个人都是极度虚弱状态。 就连不小心撞上来的小女孩,都差点将夏日撞倒。 回到城堡之后,夏日吵得太困了,想要先去睡觉。 突然罗杰走到他跟前,将手伸进了他的口袋。 就在夏日不解的时候,罗杰直接从里面掏出来一张纸片。 随着纸片燃烧,掉落在地上,房间周围顿时出现了异常。 花泽一下子警惕了起来,这是方卫阵。 我们的位置暴露了。 此时阵法里挑出一个虚影,小罗杰找到你了, 却被罗杰一下给挥散了。 一旁的花泽看出了端倪,你是公义的? 想引那家伙出现?这样做有点冒险。 罗杰直言道,已经过去一百年,是时候了结这段孽缘了。 就在这时夏日,突然昏了过去,静直地摔向地面。 花泽连忙将其接住,怎么回事?魔法阵有问题。 然而罗杰却直言,只是精气不足。 花泽一下子慌张了起来,你快和夏日解气,你想害死他吗? 罗杰直接将夏日扛到了肩上,他是我的庸人,解气可以保护他。 花泽文言也是无奈,将一盒东西丢给了罗杰。 这是新研发的代替血液的营养片,你给我寄的吃,少吸夏日的精气。 我对夏日是动真心的,不管你是出于什么,自递和他解气。 如果夏日对我动心,或者因此受伤害,我会强行帮他解气。 罗杰转身离开了,他不喜欢男人,你别做多余的事。 就在罗杰走后,花泽突然想到,那个营养片好像是有个副作用,至于是什么? 他一时之间却想不起来了。 不过不是自己服用,最后也没再管。 第二天一大早,夏日从床上醒了过来。 当他看到一旁的罗杰之后,整个人瞬间不淡定了,自己就这么失身了。 很快,罗杰被这动静给吵醒了,至于自己为什么会在他床上。 他只记得昨天,在将罗杰抱回房间之后,两人都磕了花泽给他的小药丸。 服下之后的他,只觉得身体很是燥热,迫切地想要跟夏日贴贴。 之后自己把持不住,竟然对夏日做出了难以描述的事情。 此刻花泽突然从外面跑了进来,在下想起营养片的副作用是什么了? 会让服用者产生皮肤饥渴症,然而怎奈却为时已晚,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,而且这药效还要维持一天的时间。 这下夏日可难受了,因为只是简单的肌肤接触,就会产生心跳加速的感觉。 没有办法的他,只能选择逃离,跑开的他竟然在城堡里,挥舞起了锄头。 不得不说这干活,确实会让人情绪安定下来,很快夏日便想起了自己的主线任务。 在确定好战略方针后,恰巧看到追出来的罗杰,大哥,来得正好,我们之前的交易麻烦你兑现一下,我已经给你提供力量了,你现在帮我个忙,叫出我的名字就可以了。 罗杰文言直接贴脸上来,只要这个吗?因为药效的缘故,夏日的心跳又开始加速了。 这次竟然是夏日主动跑开了,嘴里大喊着下次再说,因为再晚一秒,自己就要把持不住了。 在平复完情绪之后,他的背后突然出现一个虚影。 人类我可以请你帮个忙吗?帮我让小罗杰回家。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,罗杰和花泽很快察觉到了异常,他们顿感不妙。 过了没多久,夏日便被一个独眼龙抓到一处没人的地方。 期间,独烟独眼对着他不住地蹂躏,人类老鼠竟然和小罗杰结下血气,简直不可原谅。 不过小孩子都喜欢小宠物,只要等下小罗杰向爸爸我撒娇,爸爸可以连你一同带回家哦。 夏日闻言心想,罗杰的父亲不是才进入长眠,这个自称爸爸的变态是谁? 另一边的罗杰两人,也同样在分析,不是传纸条的人的味道。 这令人站立的感觉,是纯血吸血鬼。 是血族叛徒雷福特泽斯。 他不是因屠杀族人被封印了吗? 怎么在这里? 原来这泽斯,对罗杰一直爱而不得,此刻针对夏日,自然是将他视为了情敌。 但很快,罗杰便找到了夏日的位置,直接从天而降将那泽斯给逼退了。 斯密马赛因为太痛了,连呼吸都痛。 在将其救下之后,先是为夏日治愈了伤势,随后让他跟花泽仙离开,自己打算独自面对泽斯。 恩在下马上回来听说泽斯对罗杰爱而不得? 现在是彻底疯了吗? 然而自始至终,泽斯的目标都一直是夏日。 就在罗杰抵挡不住的时候,大叔竟然还上来主动挡刀。 在两人的保护下,夏日好不容易逃到了安全的地方,他先是为大叔包扎好了伤口。 然而大叔却看准时机,再次向他表白,就在夏日面对对方舍命相救,打算以身相许时候。 突然听到罗杰的声音,你们在哪层? 夏日听到后很是兴奋,大哥,我们在二楼西边的房间。 然而下一秒,泽斯突然冲了过来。 再次将夏日给掳走了。 罗杰看到这种情形,慌忙冲着他大喊,夏日,呼唤我的名字。 就在夏日照做之后,他周身能量开始暴增,其光芒更是闪得,让人睁不开眼睛。 太夸张了! 这真的是主仆之间的力量吗? 夏日缓缓落地,感受着身体的异样。 这是什么? 感觉有一股暖流进入我的身体。 突然,泽斯再次从背后冲上来。 人类老鼠,今天你必死。 然而,夏日只是随手一拳,便将它弹飞了出去。 忍你很久了。 人类和老鼠是两个物种,不要一起叫。 白痴! 夏日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的拳头,这强过头了吧。 随后手舞足蹈地跑向了罗杰。 大哥! 我变强了! 然而下一秒,罗杰因为把精力都给了他,自己变回了幼体形态。 不过好在没什么大碍,只要精力恢复,就能再次变回来。 这件事情结束之后,花则在院子里烤起了串。 当他看到罗杰和夏日之间的羁绊时,便深知自己没可能了,最后也是放弃了。 追求夏日的想法。 但他还是决定暂时留在这里,每天给夏日做好吃的。 不久后,罗杰在营养片的作用下,恢复了原形,原来夏日之所以爆发出强大的能量。 泻气可以共享力量,而且羁绊越深,力量越大。 由于夏日是特蕾沙的转世。 可想而知,罗杰对特蕾沙爱,也究竟会有多深? 这也是他不想夏日,被别人染指的原因。 由于之前,罗杰叫出了夏日的名字,第二关也顺利地通过了。 然而还没等夏日开心两秒,紧接着第三关便来了。 通关条件则是,得到罗杰伯爵的夸赞,看得夏日是叫苦不迭。 这游戏,一共有多少关?系统有没有目录?我想知道我啥时候能回去啊。 由于羁绊的原因,罗杰突然出现,你回去哪里? 面对质问,夏日还是坦白了。 我跟你不是一个世界的人,你们是游戏里的人。 我来自现实世界是我想说的事。 然而,罗杰面对他的描述,以为他脑子是受了刺激。 最后,罗杰只是以为夏日是思乡,便照顾着他睡去了。 随后,他便去找了管家,但并没有得到夏日的绅士。 第二天一大早,夏日便开始了他的第三关任务。 为了得到罗杰的夸赞,他在其面前忙前忙后,但全都遭到对方的视若无睹。 然而就在他运衣服的时候,不小心将运斗给打翻了,眼看着就要砸到脚上。 千钧一发之际,却被罗杰的一个搂腰抱,将危机给化解了。 事后,罗杰将管家给叫了过来,并吩咐他以后不能让夏日再干杂活。 显然通过这条路来完成第三关,是行不通了。 但紧接着,夏日在管家的口中得知,罗杰喜欢游泳,如果有人游得比他快,就会得到他的夸赞吧。 夏日面对水深三米的泳池心想,这应该没什么难度,好歹我也上过游泳班的。 殊不知他这游泳班上的,学到最后还被教练退了钱,真是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自信。 在没有热身的前提下,一个猛子扎进了泳池,很快就出现了异常,小腿抽筋了。 整个人在泳池里动弹不得,飞速地向池底沉去。 夏日清楚地感知到自己要凉了,心想是不是死了后,我就会回到现实世界。 然而暖心的系统却给出了解答,如果玩家在游戏里死亡,现实世界中会陷入昏迷。 然而,正当夏日绝望的,快要隔屁的时候,突然一只手伸了过来。 没错,正是发现的罗杰,此刻的他正抓着夏日的手,飞快地朝岸边游去。 上岸之后,罗杰疯狂地坐着心肺复苏,但夏日依旧没有生命体征。 无奈的他情急之下,直接为其做了人工呼吸。 好在自己的牺牲没有白费,夏日一口气喘了上来。 他艰难地坐起身来,对罗杰道着感谢,得到的命令却是,不准再靠近水边。 夏日文言连忙凑了上去,大哥,你教我游泳吧。 我很有天赋的,但却果断地遭到了拒绝。 此刻花泽突然冒出头来,表示自己可以代劳。 就当夏日答应的时候,罗杰警惕性地将他给拉走了。 随后帮忙按摩着抽筋的小腿,并告诉他明早永迟即合。 花泽这狗粮吃的,直呼在下的糖尿病要饭了。 第二天一大早,两人便在泳池边集合了。 这次夏日学会了入水之前先热身。 很快面对罗杰全方位的教学,夏日的游泳技术。 可谓是毫无进步,罗杰依旧保持着耐心,毕竟因材施教嘛。 不久之后,管家带来一则消息,为罗杰定制礼服的裁缝到了。 两人只好暂时放下训练,前去跟此人会面。 这不看不知道一看下一跳,小裁缝鸣叫目的,一身洛莉塔的打扮。 打眼上去,简直是要猛死个人。 作为现代人的夏日,哪里把持得住,只乎我的二次元女神。 然而由于心动,直接被系统打回到了第一关。 面对这么苛刻的系统,夏日也只能责怪自己没出息,无奈只好再度重新开始。 再次重来的她心里暗暗发誓,我重生了。 这一世,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 在将之前的剧情重刷了一遍之后,再次来到目的的面前,当看到她的模样。 瞬间又把持不住了。 我的天,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生物,妈的太可爱了。 毫无疑问,夏日煎熬着,又被重新打回了第一关,接连两次的失败。 让夏日想到了用外力克服,她想到了系统商店,在里面还真被她找到了对应的道具。 其名为定心丸,此要丸可降低心跳数值,有效期三天。 得此道具后,夏日重拾了信心,又将之前的剧情刷了一遍,再次回到第三关卡。 在要效的加持下,夏日这次没有再出现异常,而是主动朝着,目的凑了过去。 打算让其教自己两尺寸,因为她想亲自为罗杰测量。 于是乎,目的便教学了起来,一旁的罗杰,看着夏日兴致勃勃的样子。 心想,原来她喜欢这种类型,很快夏日便学有所成。 她拿着标尺来到罗杰的面前,先是腰围,再是臀围。 罗杰面对这亲密的举动,很快就不适应了。 她连忙推开夏日,不用量了,用之前的就行。 目的文言也没再坚持,设计搞好了我让管家拿给你,跟以往一样,我会在这个房间,待到礼服完成再离开。 夏日见状走上前来,老师我可以过来帮忙吗? 在征得目的和罗杰的同意后,夏日最后留了下来。 不过,罗杰见她如此表现,避免不了会吃醋的。 然而下一秒,夏日突然收到系统的提示,玩家请注意,NPC目的将向您展开追求公式。 这次的夏日并没有因此苦恼,而是兴奋万分。 直呼这游戏终于干了见人干的事。 我可是吃了定心丸的,放马过来吧。 就这样,夏日回到了目的的身边。 看着他拿出来的初稿直言道,这衣服好好看。 不过伯爵好像,不喜欢花里胡哨的衣服。 目的诧异地贴脸过来,你很了解罗杰。 你来这多久了?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靠近,夏日一下子僵在了原地。 不,我一点也不了解他,心想。 我要是了解他,游戏早就通关了。 目的文言一个歪头,别担心。 罗杰之前的衣服太单一,所以这次我想给他些不一样的。 没成想这一下给夏日聊到了,歪头杀。 犯规了呀,好可爱呀,这游戏太好玩了。 很快,夏日便将初稿拿给了罗杰,还不住地对目的称赞了起来。 气得罗杰一下子将他壁咚到了墙边,表示就这套就够了,让夏日别再折腾了。 然而,夏日却没察觉到异常,依旧兴致勃勃地舔着目的。 而罗杰之后,去找了花泽,问他要骗还有吗? 花泽不解地问他,最近你没有再吸取夏日君的精气了? 嗯,我打算结束这一切。 花泽再次不解地问道,你觉得夏日君喜欢目的? 罗杰看着自己爱人的画像,喜欢谁是他的自由,他已死夏日不是他。 眼下是时候跟过去告别了,花泽突然丢过来一个药品。 解约这事有必要让夏日君知晓,罗杰也赞同了他的说辞。 然而此刻的夏日,正在和目的你挪我挪的,给罗杰做着衣服。 然而,这种亲密的接触,要说出去是工作关系,谁会相信。 很快,目的的公式便上演了,只见他来到夏日的耳边,晚上我要去酒吧,你想来吗? 面对这种级别的美色诱惑,夏日哪里把持得住,急切地答应了下来。 但由于定心丸的缘故,夏日虽说好色,但没有真的心动。 很快,他便将此事告诉了罗杰,想让其跟着自己一起去,但却果断地遭到了拒绝。 然而就在夏日走后,他又莫名地觉得烦躁,心想一定是因为肌肤饥渴症的影响。 所以我才这么想见他。 随后叫来管家,让其连忙更衣被车追了过去,管家对他的操作很是不能理解。 因为在他的印象里,伯爵怕黑晚上从来不出门呢。 另一边的夏日,已经跟着木迪来到酒吧,当他看向周围灯红酒绿,跟现实的酒吧一毛一样。 心里大受震撼,是怎么回事,这儿跟城堡感觉像是两个时代。 难道我在游戏里又穿越了时空? 木迪告诉他,自从那个女人死后,罗杰就让自己的时间停留在一百年前。 所以,城堡里什么现代电子产品都没有。 但很快,管家和罗杰,便驾车来到酒吧门口。 这下管家更加不理解了,酒吧?为什么会来这里? 这不是伯爵最讨厌去人多的地方吗? 进去之后,他们很快,锁定了夏日的位置。 然而此刻的木迪正抱着夏日,躺在他的怀里。 面对这种操作,夏日哪里把持得住? 身体早已经变得僵硬。 但不由觉得背脊好凉,因为此刻的罗杰正坐在他们的身后。 一旁的管家思绪纷飞了起来。 当年伯爵拒绝了和简小姐的婚事。 现在伯爵是打算,跟简小姐重修就好吗? 这种喜事不能让夏日破坏掉。 我还希望在有生之年,能抱上小伯爵。 想到这他对着手下吩咐了几句。 片刻之后,手下来到木迪耳边,小声地说了几句。 只听木迪回应道。 我现在过去。 片刻之后,木迪和罗杰,对面而坐了下来。 黑夜还出来这种地方的罗杰,我可不认识。 罗杰摇曳着手里的红酒杯告诉他。 夏日是个普通人类,不要玩弄他的感情。 是他自己跟来的。 而且你这么在意的人,我想试试他有多普通。 罗杰文言大写得不爽,已经写在了脸上。 木迪见状话风一转。 开玩笑的,你不喜欢我,还不准别人喜欢我。 夏日很好,我会认真考虑他对我的感情。 罗杰自然是听出了,他只是想报复,于是淡淡地开口,关于那场婚礼,对不起。 然而那木迪突然贴脸上来。 我是一个报复心特别重的人,希望你永远得不到幸福。 你伤害了我妹妹,一句对不起有什么用? 我不会让你好过的。 与此同时,另一边的管家,此刻也找上了夏日,并将之前的事情告诉了他。 原来伯爵曾经,在和木迪的婚礼上逃跑了。 木迪的个性非常善良,没有责怪伯爵,所以他的家族也没有追究此事。 只是木迪有为包凶。 当时放话,不会放过伯爵。 如今两个人再次见面,有望复合。 管家希望,夏日远离木迪。 夏日努力地分析着眼下的情况。 冰驼子也来了。 他是为简小姐而来,他爱简小姐吗? 可画里面的人又是谁? 正在思索的时候,木迪突然一个飞身抱了过来。 这显然是故意给罗杰看的。 然而罗杰对此的反应则是,扭头走开了。 并吩咐管家,明天解雇夏日吧。 第二天的夏日,来到罗杰的办公室里,对着墙上的画作打量了起来。 画里面的妹子,应该就是金毛说的。 伯爵恋恋不忘的挚爱,现在又出现了这个木迪。 伯爵到底是有多少女人? 此刻办公桌上的罗杰,突然摘下了眼睛,木迪不喜欢你。 还没等夏日回应,罗杰突然顺意上来,要解除他们的主仆契约。 夏日一下子慌了神,大哥我做错了啥? 你听我解释。 之所以夏日这么抗拒,因为一旦解除契约,两人的关系又将会被拉远,可谓是回家无望了。 然而就在两人争执的时候,管家突然走了进来。 夏日像看到救命稻草般,连忙跑了过去。 管家大爷,你找我有事啊。 然而管家却告诉他,你被解雇了。 夏日紧接着头顶一个炸雷,疯狂地辩解了起来。 我真的没有再去找简老师了,昨天那是他喝醉了。 心想,我今天得罪了哪路神仙? 这游戏被我玩死了,我还怎么回去啊? 当晚被扫地出门的夏日,带着阴谋情绪,再次跟穆迪来到酒吧。 而此刻的罗杰,正在他们的身后,就连他也不知道,自己来这里干什么。 然而就在此时,一群混混纠缠起了貌美的穆迪,拉着他就要去喝酒。 夏日健壮直接挡在了面前,想要替妹子挡酒,殊不知他们已经在酒里下了药。 当夏日拿起其中一杯,就要一饮而尽的时候,罗杰突然顺移了过来。 只见他一把,抢过夏日手中的酒杯,一口气给干了。 就这样连干几杯之后,很快罗杰便不省人事了。 夏日看着掉落的酒杯,大哥的酒量非常好,你们太卑鄙了,在酒里下药。 酒吧老板见状,一下子慌了神,完了,得罪了兰波特家族的人,我们酒吧会导团。 很快,他便让人将几个混混制服,并给出了真挚的歉意。 事后夏日搀扶着罗杰,看向一旁的穆迪,老师,我要带大哥先离开。 穆迪可怜巴巴地看着他,你就不怕我再遇到危险吗? 夏日一下子搂紧了怀里的罗杰,他更需要我。 然而今晚的这场闹剧,竟然是穆迪一手策划的,为的就是制造契机,得到夏日的芳心。 只是没想到的是,罗杰会突然杀出。 说回夏日他们,此刻已经摇摇晃晃地走出了酒吧。 就在夏日拦下一辆出租车时,罗杰迷里乎乎地嫌弃脏乱差。 夏日也是无奈,眼下最好的办法,便是在周围开个房间,等到第二天罗杰清醒。 就这样,夏日瘦小的身板,拖着高大的罗杰,步行了几百米,来到了酒店。 开好房间之后,他小心翼翼地将罗杰放到床上,自己却大口地喘着粗气。 罗杰却不住地呼唤着,让其留下。 他看着床上迷里乎乎的罗杰,突然心声一记,我可以诱骗他,让我继续留在城堡。 随后来到床边,大哥,你刚刚叫我留下是吧? 我舍不得你我不想离开你啊。 然而此刻的罗杰,却突然扭过头来,来了一句不幸,显然此刻的他酒,已经醒了不少。 夏日反应很快,连忙表示起了忠心,我发誓,从此以后,不离开罗杰半步,如有违反,天打雷劈。 随后贴脸过去,大哥,可以继续留在城堡吗? 罗杰并没有正面回复,而是一把,将他按在了床上,让其抓紧睡觉。 半天之后,他看着熟睡的夏日,心里感慨万千,吸血鬼不需要睡眠。 我是从何时养成夜晚入眠的习惯。 遇见特雷莎之后,我曾懊恼自己为何不是人类? 特雷莎讨厌我吸血而离开我,你却愿意做我的血带,你似乎让我不那么讨厌自己了。 第二天一大早,罗杰不顾夏日的反对,一个公主抱,便带着他飞回了城堡。 夏日虽说觉得难为情,但更多的却是安全感。 管家在看到罗杰将夏日接回来之后,心里也是诸多不解,只觉得自己,越来越看不透伯爵了。 事后,罗杰主动找到穆迪,巧的是穆迪也刚想找他,原因是想带走夏日。 罗杰却直言,夏日不喜欢男人,不要玩弄他的感情。 穆迪最了解我的衣着风格,但不喜欢跟他人有肢体接触。 穆迪见自己被识破,索性也就摊牌了。 原来此人并不是真正的裁缝,而是穆迪的哥哥。 他做这一切的目的,就是为了帮妹妹报仇,见罗杰不打算放人。 哥哥打算跟其公平竞争,因为他自信地觉得,夏日一定会选他。 与此同时真正的穆迪,已经来到了城堡。 管家看着他很是诧异,您早几天不是来了吗? 听到这个穆迪气不打一处来,请问我那混蛋哥哥在哪? 应该是在制衣的房间吧? 得到信息的穆迪,直接杀了过去。 那个混蛋敢伤害罗杰,我饶不了他。 管家见状显得很是尴尬,我竟然认错了人,这俩兄妹长得也太像了。 而此刻的夏日,正兴高采烈地跑去拿做好的衣服。 突然光当一声,和妹妹撞了个正着,夏日略显尴尬地开口,老师,我刚想去找你。 然而通过系统的介绍,方才得罪这两人是双胞胎,眼前的这个才是真的裁缝。 夏日打量着他心想,奇怪定心完药效早就过了,但是我怎么没有,对欧娘心动的感觉了。 在两人走进工作室之后,便看到伯爵和哥哥,正高坐在里面。 妹妹看着罗杰扭捏的开口,我来帮您定制礼服。 然而此刻的哥哥,突然站起身来,一把抓起两人,衣服已经做好了,我们可以走了。 这操作,搞得夏日很是猛逼,我为什么要跟你走? 哥哥反问他,你为什么不跟我走? 夏日一下子挣脱了他的手,看得哥哥很是不解。 我不是你喜欢的款吗? 第一次见面你,还夸人家可爱呢? 我平常比较宅,喜欢看网上的二次元妹子。 哥哥继续追问,那你之前一直黏着我,难道你不想和我永远在一起吗? 只听夏日羞涩的开口,黏着你学做衣服,是因为我想,亲手做一样东西送给伯爵。 我这是为了完成游戏任务,哥哥瞬间觉得炎面扫地,你这是说我自作多情了? 夏日疯狂地点头,随后将衣服拿到罗杰跟前,我手太笨了。 只能缝衣服上面的扣子。 妹妹看着他手上的衣服,这么花的衣服罗杰不喜欢,就由我来重做吧。 没成想,罗杰突然伸出手去。 不,我很喜欢,夏日你做得很好。 哥哥文言瞬间恼羞成怒,那衣服是我的作品,撕毁都不给你。 罗杰在抱着夏日躲开之后,瞪着血红的双眼看着他,你的任务已经结束,请离开。 妹妹为了防止冲突,也在背后拉起了哥哥,我们回家吧。 随后来到罗杰的面前,希望你永远幸福。 不难看出这妹妹是真的善良。 他最后将对罗杰的爱,全都埋藏在了心里。 在兄妹两人走后,第三关夏日也顺利地通过了。 紧接着第四关任务接踵而至,那就是知道罗杰的秘密。 显然这关从字面上,就要比前两关难上不少。 但很快,夏日就有了自己的规划。 他打算先了解罗杰的家庭成员结构,和情感经历。 说干就干只见他无视现阴情班,拿着红酒来到罗杰的办公室。 这样的小九九,自然逃不过罗杰的眼睛。 他让夏日直接说。 当夏日问到罗杰的母亲时,却被告知早已断绝了母子关系。 紧接着,夏日又问起了其他的家人。 罗杰只是呆呆地探着他,意思是目前只剩下自己一人。 夏日文言先是一证,原来罗杰理解的家人,是在家里的人。 那这么说,管家也算是家人。 这令夏日很是苦恼。 冰驼子为什么?会跟母亲断绝母子关系。 其中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。 顺着这根线,不就可以发现? 伯爵的秘密了吗? 这天在游泳课上,夏日还在不住地思索。 花泽走了过来,夏日你有心事? 伯爵的母亲在哪里? 她是个怎么样的人呢? 花泽小声地告诉她,我阿姨她很抠门。 她一直住在格拉斯,罗杰的年少时期,也是在那里度过。 于是乎,夏日软磨硬炮起了罗杰,吵着闹着要去格拉斯,就在被无情拒绝的时候。 花泽好巧不巧地告诉她,莫维卡席绝的庆典,在格拉斯举行。 想起之前的金毛,罗杰脸瞬间一黑,拒绝得更加彻底了。 夏日连忙围着她打转了起来,礼尚往来,上次人家来了。 这次你肯定得去,这不去就显得你小气了。 罗杰文言一把将她抓到了怀里,你对莫维卡还有留念? 只见夏日单手起誓,我只是想和大哥一起散心,所以才想去的。 罗杰见她表露了忠心,随即吩咐管家,明天开赴格拉斯。 花泽因为要回家一趟,最后也没跟去。 就在收拾东西的时候,夏日无意间注意到了,墙上特雷莎的照片,心想。 秘密不一定在母亲这条线上,可能跟感情也有关系,看来有必要再了解一下。 冰陀子情感经历,于是乎她打算拍下来,问一下金毛,恰在此时罗杰走了进来。 她看着墙上的照片告诉夏日,我不喜欢你在别人口中,了解我的过去。 她叫特雷莎,死于一百年前,是我曾经爱过的人。 夏日文言显得很是沮丧。 她是被她深爱的人,特雷莎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? 带着这样的疑问,两人坐上了前去宴会的飞机。 但是在路上,夏日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,大哥,特雷莎小姐姐是个怎样的人? 罗杰一下子敲在了她的头上,不会冒傻气的人。 就在此时,管家提醒两人,飞机已经到站了。 显然从罗杰这里,得不到有用的消息。 然而在下飞机之后,夏日差点没给洞成傻逼。 她哪里知道金毛的城堡,在这极寒之地。 慌不择食的她,连忙打开了系统商店,但发现东庄在格拉斯价格翻了两倍。 自己根本买不起。 就在她动得嘶哈的时候,罗杰突然将自己大衣给了她。 这突如其来的操作,让夏日有点小害羞,大哥我不冷。 然而,罗杰面对嘴硬的她,却是一副霸道总裁的样子,责令她必须穿好。 小小的感动之后,金毛的面孔出现在众人的面前。 可人儿,你终于来了,人家好想你啊。 罗杰看着扑上来的她,连忙将夏日给拉到一边。 金毛扑空之后,当场摔了一个狗吃屎。 起身之后的她,委屈巴巴地看向罗杰,别那么小气嘛。 罗杰并没有理会,一旁的夏日连忙送去了祝福,恭喜她成为一城之主。 金毛文言突然伸势地,将手给伸了出来,今天晚上有舞会哦,可以请你继续做我的舞伴吗? 还没等夏日回复,罗杰直接拉着她朝前面走去,你哪也不要去,待在我身边。 面对这么霸道的罗杰,夏日心里一下子小鹿乱撞了起来,特雷沙已经逝去一百年了。 也许我有机会。 等等,我这是在想什么? 心里不住地安抚自己,我可是钢铁直男。 但当看向一旁的罗杰时,又不自主地会心跳加速。 带着这一样的感觉,几人走进了城堡。 出来迎接他们的,是一个名叫红的漂亮玉姐。 他恭敬地称呼金毛为,穆维卡少爷。 却遭到了金毛的纠正,说了多少次,现在叫我穆维卡自觉。 那红更是直言,典礼还没举行,差一分钟您都只是穆维卡少爷。 一旁的罗杰见状,也插话进来,红说得对。 但是给夏日看的,心里很不适滋味,兵驼子这么轻易就称赞了别人。 一旁的金毛看准时机,罗杰,既然你和红这么合得来,那红给你夏日就归我了。 罗杰看到后,直接打开了他的手,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,幼稚。 很快,红便带着罗杰三人,去到了他们下榻的地方,并告诉他们晚宴将会在七点开始。 每期明曰假面舞会。 夏日看着他超强的工作能力,心里没难由地自卑起来,红为人处事成熟大方,而我每天只会给伯爵添乱。 三人一人一间房,红安排好之后便离去了。 夏日一个人躺在床上思索了起来,我今天在胡思乱想些啥,赶紧做完任务,早点回家,才是我该想的。 然而这一切,全被隐身的罗杰洞悉,任务完成他就要离开,那是什么任务? 突然,金毛从外面走了进来,可人儿,我来给你送礼服了。 夏日有些尴尬的开口,我不会跳舞,晚上就待在房间好了。 只见金毛,将一件极其凉快的礼服拿了出来,怕什么有我在,看,漂亮吧。 我可是天天等着,能再跟你跳一支舞呢。 这次我可是主角,不能再被罗杰破坏掉了,但却遭到了夏日的果断拒绝。 我一个大老爷们,怎么能老穿女装? 金毛继续补刀,罗杰可是非常喜欢。 这种风格的小裙子哦,正当夏日支支吾吾,想要答应的时候。 隐身的罗杰突然出现,表示自己不喜欢。 这操作,着实给两人吓了一跳。 随后只见他,当场给金毛的礼服烧了。 夏日今晚是我的舞伴,你另寻他人。 金毛看到后,一下子炸了毛,这可是本少爷花了大价钱买的。 紧接着,罗杰一张支票,忽在了他的脸上,将他推了出去。 金毛看着支票上的巨款很是诧异,没想到有生之年, 能从抠门的罗杰手里,拿到一元以上的巨款。 金毛走后,夏日开口问道,大哥,你为什么会在这里? 因为城堡里住的都是吸血鬼,怕你血尽而亡。 说着,只见罗杰来到窗边,施了魔法后只有我能进来, 衣服选你自己喜欢穿的。 六点五时,我来接你。 夏的夏日连忙挥手表示,我不会跳舞,就不给你添乱了。 罗杰文言红这个眼看了过来,不会就学我会教你。 夏日看对方如此霸道,连忙点头哈腰,表示自己一定会好好学。 就在罗杰走后,夏日长舒了一口气,婆婆妈妈,还各种吃醋的人是我吗? 我是被什么妖怪附体了? 在我心里,伯爵是不一样的吗? 带着这样的思绪,半天之后,罗杰如约而至。 看着他帅气地打扮,夏日顿时觉得自己的小丑打扮,很是掉价。 于是乎,他最后还是换了一套,与罗杰相匹配的礼服。 当两人出现在宴会上时,瞬间成为了全场热议的焦点。 是罗杰吧? 不可思议。 罗杰回来了,罗杰又带人类回来。 夏日感受着周围的气氛心想,这种新娘敬礼堂的济世感,是怎么回事? 另一边同为失败者的金毛,和木迪撞在了一起。 两人只是简单地聊了两句,瞬间扭打在了一起。 当看到夏日后,又全都绅士地发出邀请,问其要选谁做舞伴。 一旁的罗杰迅速做出反应,抓着夏日就朝前走,他是我的舞伴。 宴会开始后,夏日看着眼前的这人,这是第二次跟冰驼子跳舞,他好像更温柔了。 如果有一天我完成任务离开了这里,应该会怀念这一切吧。 思索间,罗杰突然开口问道,你要完成什么任务,我可以帮你。 夏日闻言心想,这是个机会,我可以飞快完成所有任务,可是为什么? 我并不想这么快结束这一切。 最后,罗杰见他一直回避自己,也没再过多追问。 然而就在此时,城堡外的一处山坡上,一个小孩正在监视着他们。 这个小孩有着和罗杰一样的血童,此刻的他已经锁定了夏日的存在。 只见他暗暗发誓,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 原来在几天前,小孩一个人躺在草地上无聊,那之前被夏日干飞的独眼,突然找上了他。 你是兰伯特家族的孩子,理应回去拿回属于你的一切。 小孩眨巴这个大眼睛,你是谁? 我凭什么相信你? 随后独眼将一段记忆灌输给了他。 在记忆里他看到,自己还在强宝中的时候,被罗伯特家主抱在怀里。 至此他便相信了独眼的话。 再看另一边金毛的宴会已经结束,期间夏日喝了不少的酒, 正在被罗杰拉着回房间。 然而就在回到房间之后,夏日骚礼骚气地躺在床上。 冲着罗杰伸手过去,大哥要不要一起睡觉觉? 罗杰被吓出了一头冷汗,心想,下次不能让他碰酒。 随后一个脑瓜崩,弹在了他的头上,让其赶紧睡觉。 虽说罗杰拒绝了,但是自己也差点没能把持住。 夏日见他出去,一下子精坐了起来。 这个游戏不能久留,我今天一定是昏了头。 冰驼子主动提出要帮我完成任务。 我却拒绝了,我是个大笨蛋啊。 然而此时的小孩,已经找到了夏日的门口,显然是独眼让其杀掉罗杰的挚爱。 入夜之后的夏日,因为白天的事情,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。 突然背后传来一阵呼吸声,夏日心想,这个房间被大哥施了魔法,只有他能进。 身边的人是大哥? 当他带着好奇回过头去的时候,看到一双血红色的瞳孔,在黑暗里发着光。 夏日竟然根据瞳孔的颜色,把他错当成了大哥。 他以为罗杰想要做些修修事,便转过了身去放任不管。 然而却突然收到了系统的提示,警告,玩家心动,游戏重回到第一关。 夏日看着自己身上的女仆装,很是猛逼。 我刚刚对冰驼子动心了。 不过游戏里只说,对攻略玩家的NPC动心,会回到游戏起点。 没说对伯爵动心,也会回到游戏起点啊。 这是怎么回事? 我房间没开灯,冰驼子怕黑,不可能进来。 但是他的确说了,只有他能进,难道魔法失效了? 带着这样的疑问,夏日来到罗杰的房间,一声大哥加了出来。 但很快便遭到了呵斥,放肆,管家没教你叫我兰伯特伯爵。 此刻的夏日方才察觉,自己这是身在第一关,于是乎便再次轻车熟路的。 来到了第四关,眼下他再次遇到之前的场景,但经过再三的确认之后,认定来人就是罗杰。 于是乎在床上躺平了起来,不管了,就算被你讨厌,我也想把我的心情传递给你。 就在小孩即将咬下的时候,夏日竟然开始表白了起来,我对你动了心。 所以,你做的任何事情,我都不会讨厌。 这一下子,给小孩整猛逼了,呆呆地坐在了床上。 而夏日还在自顾自地阐述,我知道你有喜欢的人,你不用回应我。 小孩心想,这人怕不是有病吧? 正当他再次一口咬下的时候,突然房间的灯被打开了。 夏日努力地睁开眼睛,发现罗杰正拉着一个孩子,只听他立声质问道,你怎么在这? 我是罗伯特家的儿子,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 一旁的夏日,看着小孩的模样,你是大哥的弟弟。 我的天,这俩兄弟太像了。 幸好大哥及时出现,不然我现在就是干尸了。 罗杰一把将小孩丢到一旁,我没有弟弟,你从哪来回哪去。 小孩却吵闹着不肯离去,红色头发的人,让我把这个人类杀死。 然后利用他的尸体,把罗杰引出去。 说着,顺移到了夏日的身后,现在计划失败了,我不能就这样被赶出去。 爸爸已经死了,我有权利继承他的遗产。 罗杰见他靠近夏日,瞬间双眼泛红,怒斥到离他远点。 小孩心想,罗杰的法力比我强太多了,不能惹他发毛。 于是乎指着夏日,刚想说之前表白的是,却被夏日一个机灵堵上了嘴巴。 对小孩子,不要这么凶吗? 有话好好说,今天都这么晚了,明天再让他离开吧。 面对夏日的求情,最后罗杰也是答应了。 事后,小孩对夏日表示了感谢,大哥哥,你人真好。 突然系统弹窗提示,玩家请注意,NBC希诺希尔出现,他的开心值会有额外奖励。 夏日在得知后,瞬间心里一阵妈卖劈,伺候完大的还要讨小的开心。 就在此时罗杰,突然抓住希诺就要出去,小孩挣扎着,我没有地方睡我要留在这里。 夏日健壮也连忙求情,他只是个小孩子,外面太危险了。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,最后希诺还是,被罗杰抓回了房间。 就这样入夜之后,希诺突然察觉到罗杰不在身边。 于是乎,他看准时机,直接穿墙而过,来到夏日的房间。 然而令他不知道的是,此刻的罗杰正倚着身,陪在夏日的身边。 当他稀稀疏疏疏爬上夏日的床,正准备暗杀计划的时候,突然整个房间的灯亮了,罗杰闷声呵斥道,巧声地滚出去,两人全都被吓得惨叫连连。 大哥,你为什么会在这里? 只见罗杰心虚地回复,我是跟着他过来的,怕他再次偷袭你。 夏日文言,小脸刷得一下红了起来,心想,大哥还是很在意我的。 此刻的希诺面对甩来的黑锅,刚想开口辩解,便看到罗杰的死亡凝视,无奈只好作罢。 但紧接着便在床上,撒泼打滚了起来,我不管,我害怕罗杰,我要跟你睡在这里。 面对罗杰的果断拒绝,夏日想了一个折中的方案,大哥,我们三个一起睡觉吧。 弟弟和我有你的保护,一定会睡得特别安稳的。 看着态度诚恳的两人,最后罗杰还是妥协了。 此刻的夏日,感觉到异常的幸福,因为他左手边是孩子,右手边是爱人,真是幸福的一家。 一旁的罗杰突然开口,收起你傻笑的表情,赶紧睡。 但是面对身旁的罗杰,夏日的心都快跳到了嗓子眼,哪里会睡得着。 反观希诺却睡得很踏实,睡梦中他抱着夏日的胳膊,但很快便被罗杰给察觉到了。 小气的他直接将手给挪开了。 一夜无话,来到第二天早上,夏日一睁眼,便看到两人在剑拔弩张,显然是罗杰想赶他走。 希诺很是机灵,只见他来到夏日的跟前,哥哥我要留下来,否则我就暴露你的秘密。 夏日果然有被拿捏到,只见他开口求起了情,大哥我们明天就走了,我还蛮喜欢小朋友的,今天就让他跟我玩吧。 随后报复性的,一把捏扁了希诺的小脸蛋,小鬼还敢威胁我,逗着小屁还开心,还有奖励。 我当想看看是啥玩意儿,就在罗杰再次拒绝的时候,希诺突然鞠躬道歉。 对不起,昨天晚上不知道,这个人类是大哥的,十分抱歉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。 夏日也在一旁疯狂地捕到,大哥你这么厉害,他不敢再造次。 最后,罗杰在两人的软磨硬泡下,还是妥协了,只不过要让希诺和夏日保持两米以上的距离。 就在希诺被留下之后,夏日迫切跟他打探起了消息,你是大哥的弟弟, 为什么不在一起生活?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,我母亲是人类,所以大哥才会讨厌我吧。 夏日听了这段伤心的故事,主动安慰了起来,大哥,他也有自己的苦衷吧。 希诺文言心想,这人类果然傻傻的,先把他骗出去再杀掉吧,只见他话锋一转。 夏日哥哥,听说大哥的学生时代,是在这边的贵族学校度过的,我想去看看,你陪我去吧。